那你那时候茫然是怎么办的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 我那时候没有茫然 毕业之后为了谋生 就一直在当专题片的导演 那时候我作为专题片的导演 还是很嚣张的 所以年轻的时候你享受到权力 然后你就往往给被拍摄对象提难题 然后看着他们去解决 其实自己有满足感 当时拍的什么专题片 全国各地的工人 然后还拍警察 所以其实这个 也是非常有意思 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确实通过拍专题片 就是让我深入过社会 但是后来在长江边 就拍专题片 结果宾馆的大厅里 就是卖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纺织的古董 然后还有就是书 竟然看到一套刚出的 那个博尔赫斯拳击 买完之后是突然难过 就是发现我看不懂 然后这是在以前很少发生过的事情 我也是那时候大三大四 我去买就是那三本 就我觉得好晕 但又觉得充满魅力 那你比我高明很多 我没高明 我不懂 我也是觉得很 就觉得被他那种魅力所折服 就我没见过的人 好像这么写东西那种感觉 其实我当时为什么难过呢 因为我是 我其实这个受到的训练比他要多 因为其实在电视学院呢 你说过四年的怎么做故事的那种训练 博尔赫斯呢 他缺乏这种训练 后来他也坦言嘛 说我一开始就过不了这写故事的这一编 所以他最初的那些写世界恶人 然后这个写拉丁的这个街头匪徒啊 这些这其实都是他的一种一种练习 他其实是很是艰难的练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四年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 别人呢这个没有这东西 然后还需要练 而我呢把这东西给放弃了 就是这种感觉 就辞职了 完全放弃那个明确的前途生活 就希望先写人的小说啊 然后再拉来自今啊 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妄想啊 写成小说之后也没人理你啊 就是要干同龄人干的事情呢 其实都是不成功的啊 所以就把我给憋回到家里 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子 然后重新回来拍电影啊 然后就谁能想到 然后就我成了一个拍武打片的人 哈哈哈哈 哎这是 我是第一高手 不用技巧啊 嗯 你们懂什么 中途武功不是接手打架 南方人不可信 你看这感觉 哇太棒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太好了 这种木质的东西啊还留着特别好 这就是以前 胡说你得人对木头的这个感觉 嗯 就是我们其实觉得觉得油漆不好看 一个老老木头啊 它自然的失去水分 然后出现了这种色 嗯 这是最好看的颜色 是啊 啊 所以这种这种木质的灰色 所以他们是特意不用油漆的 不用油漆 它是用一个特殊的那种燃料 而且这种燃料呢 就时间越久 这个不同的颜色之间 它的那个协调关系更好啊 就是说你 我这个宅子刚装修好了 所有色都是跳的 嗯 觉得我就 我就可能请我做生意的朋友来了 我如果说要请支援的话 那我三年以后再请你来 当我这个院子色彩和谐以后 所以等于是对时间的信任 对对对对 因为活着就是慢慢等嘛 然后你就你要等 你能等出一些很好的东西来 对 包括那时候写完文章也是 先放两个礼拜 你就不需要思考 然后这时候你就能看到说 哦 这块锋芒太漏了啊 我逮着 自己在一秒钟你就能知道 你如果是勤学苦练呢 去逮那就费劲了 就是时间是美好 我们坐会儿吧 坐会儿 哎你我看见你 比如你二老爷 比如说从这门进来 他是你说的是非常轻的是吗 他不会是很轻的 他就是等于是 呃因为那时候老北京进院子 你家里有人 他呢就是一定得先吆喝一声 你没见到他 然后但是他声音到 你在屋里你肯定能听见 但是呢他又不刺耳 哎我又来了 哎就这有这么一声 你就知道他来了 练舞的在他身上那种痕迹 他的姿态表情 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会很显著吗 还是其实不是看不太出来 必须要看出来 嗯啊就是因为那时候练舞的人呢 都是都是要有做做拍 然后包括而且一练舞之后呢 人的那个上眼皮 他就收缩的很紧 年轻人的特点 这个是说明你的那个经历啊 非常好 六七十岁 然后他的那个上眼皮 还能保持在这个十六七岁 小伙子那样 而且呢眼睛要亮 然后尤其是练舞术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练舞术的人呢 他要承担这个 呃街面上有事他得管 啊所以他一个练舞术的人 走在街上 然后比方说街头打架了 然后这时候 这时候说我找谁来处理这事啊 然后一看一个人走过来 向着练舞术的 别人就会找他了 啊说啊这等等 先生您您是您是会的吗 啊就点头 哦那那那诸位诸位啊 那个请请这先生平等礼啊 就是你你得你得有像 这样别人好找你帮忙 包括做那个口述这一段 恰好也是人生就是怎么说找不到方向 有点是吧 那种混沌 是对 对我还挺好奇如果不是碰到你二老也自己怎么怎么度过那那那段一段那那那时候又是一个三十三十三十岁左右 就正好又是人生那么一个节点 是是是是是 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在以前的这个大家族里边呢 就是这个 颓废子弟 就等于每一代 然后这个男性都有都有不愿意在外边干事 然后退回到家里 然后一待待一辈子 或者呢是有才能啊 但是呢这个食运不佳 其实我当时呢是个颓废子弟 然后在家也先待了好几年 然后我二老爷也是颓废子弟 所以两个颓废子弟碰在一起 他会劝慰你吗 他不会就是上一代人他不会问你具体的事 就说你这事啊 他他完全没有兴趣 而且他觉得就算你一时告诉我我也不愿意听 这跟西方的心理医生恰成鲜明的对比 鲜明的对吧 对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朋友嘛 因为咱们这代人朋友聊天不就是相互说事吗 然后我也遇到什么我想咱们的说事 然后就都 我说两句他就被 你容易发生这样的事 然后就就就不要说 就是我没有那种焦焦的 后来我也总结 他其实也是老代老代人一个 就是他他觉得虽然是 就是血统的至亲吧 但是他觉得你这种这种真切的生命体验的这种事 然后告诉我听着呢其实不好意思 但是他愿意把他的事告诉你 你严格来说他说好多话 有些我到现在我也 比如呢 后来有一次跟着聊天 他就突然跟我说说我是贵人 然后这个我就 就是听的时候你会觉得 就是很震撼 但是其实你也搞不清楚他当时是怎么想 他其实年少的时候当大少爷的时候沾了点光 但是一辈子其实很颠沛流离 他和这个贵字呢也没也没沾上边 我是贵人 这个就是自我的那个生命感觉和具体出现的事 就是他不见得是个对应的关系 对吧 于是有一些矛盾 我发现我能化解 就是你其实写哪个年代的事 你拍哪个时代的电影 其实都是表现现在 因为这个电影它是心灵的一个反应 而我是一个现代人 我可能用一个预言的方式 用一个反衬的方式去 所以艺术就是怎么能产生艺术呢 就是不能直演的时候 这时候就产生艺术 而且你一旦你不直演 你的概括力和你的表达这个事情的力度 它不会减弱 它反而会更加升高 你看你二老爷可能讲话 包括他那种方式 就是一种非常婉转的直演 很直接 对 因为有好多事直接 直接告诉我 承受不住的 他看起来好像似乎又反逻辑 但他又其实有很内在的逻辑心 他们这种练武术的人 就是必须得一个是超越生活常识 他是一个超越常识的人生 因为如果你按照生活常识走 你的生活习惯足以让你在比武的时候 被人活活打死 出现各种反应不过来的情况 所以他其实一个习武的修炼 就是我怎么在这个生活里边 然后超越常识 其实做艺术 他其实也要突破这个 必须突破这个 你如果陷入到这里边 其实就创造不了了 因为这艺术的本质 或者说一个艺术家的价值 就是给世人提供一个 我能不能不这样活 提供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吗 真是这样子 你拍新电影顺利吗 所以这就是我的道 就是你既然决定拍电影了 你就不可能一平如洗的糊面 因为电影的性质 它是个大江大河 它一定有波澜的 这个波浪里面让你最不喜欢的波浪是什么 我就是以前可能有 因为现在是等于认命了 包括你做这些写作的时候 你会有跟武侠小说的传统 你觉得会有回应吗还是觉得没什么太多关系 当时有一个鲁迅的学生 就等于是受过西方小说传统训练的一个人 叫龚白玉 因为当时是整个中国推崇巴尔扎克 他是企图把武侠小说现实主义化 巴尔扎克化 所以武侠小说本身也有不同的传统 所以巴尔扎克的理想 就是说他其实是中国电影人的一个梦想 就是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反映现实 后来我们电影界的标杆 就是水华导演林家铺子 完全是用巴尔扎克的方式去看待中国的社会阶层 而且我通过一个小商人的阶层 然后我是反映上上下下的社会 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不拍 但是我能从小铺子里我能反映到 就是你的富豪阶层是怎么回事 学生运动是怎么回事 然后社会变异了 怎么回事 所以武馆是你的林家铺子 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学这个系统的时候 觉得老生常谈 然后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 觉得哎呦天 你觉得这个东西真好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 思索的需要 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 他要追根问底 然后这样子在新的时代 电影它就远远不能再是说 你让大家娱乐娱乐 放放松 所以电影应该是一个和现实 更密切的一个关系 对 真是你这么一说真是 你说八十二的传统 现在好像真的又变得重新重要起来了 因为整个生活那种非现实化 他那种方式很观察 又变得很迫切起来了 对 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对 两个人 parce他今天选择 混搅拿鬼 对对对对你 你看咱们现在经历的糊涂吧 完全没有吵闹的这种技术 你看我小时候的糊涂就是这样 宁静如夜 这家都挺讲究的 特别讲究 这个就太想我小时候 全是这样 院子里边摆满面子 我还记得鸡蛋壳 我还记得鸡蛋壳 夏天的时候好多小孩在那练自行车 你看这么小的小孩就 偷当的 我们小时候都学这个 你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我小时候是在房上走的小孩 皮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犯禁了 那就一个被老人骂 你在房上走 然后你能偷窥到别人家的生活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被 就是很不好的小孩 以前这儿再往北 是一个胡同叫叫法胡同 叫法胡同 那儿以前有个幼儿园 我在那儿大概上过半年 那时候北京的这些幼儿园 全都要接待外逼 你们去欢迎是吧 不是欢迎 他到幼儿园里来 然后小孩就做操 然后一次对我为以重任 让我去领操 结果巴自己摔了一大跟头 然后那个 还有点积水 然后半个身子全黑了 然后黑了之后呢 说那外宾呢 你这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呢 就把我呢 给转到小孩屋里去了 别的人接待外宾 然后我就 我就在伸手不见不知的小孩屋里面 不知道这幼儿园还在不在 找找啊 看看你小时候这个小黑屋 小黑屋啊 叫访胡同 哎这个穿过去是不是叫访胡同啊 啊 这个不是南文转库 啊 南文昌胡同 啊 这都 啊 历史与未来 历史与未来 哈哈哈 对 转到小黑屋里 所以创作上不用搞隐喻 对 因为这个生活充满 很小就被 被弄到历史的另一面 对对对 你看这感觉 哇真好 你说那个 你写那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 在那个义和团的时候 踩到房顶上去杀洋人下去 杀完就上来 哦那个成廷华 是不是就这样的房顶啊 对 嗯 所以你拍武林 现在可以面对这武林 武林消失了 嗯 就是不需要这个社会阶层 嗯 就是就是有一个以前的这个 各种蝎子啊 然后这个 嗯 构架的结构呢 那突然变成钢筋结构啊 突然我用这个水泥板 突然变成荧光屏幕 对 对 你在楼房里没有我木蝎子嘛 你看你之前的片子都是 闯入者挑战社会结构 然后这既有结构怎么去应对它 对 我是通过一个外来的挑战 对 然后来反应 冲击和回应 对对对 就是有刺激了 然后你就能看清楚了 平时看不出来 平时觉得就是啊 可能平板一块 然后一有事了 你发现它层次很多 那你现在比如说去写新东西 也好从去拍新片也好 也好 困难 是什么呢 嗯 就是其实有困难也是 来自于我的内心的啊 就是 突然遇到好多人过来刁难你 嗯 嗯 然后这个 对你的创意呢 这个 指手画脚 而且呢很难说服 你其实还是你的内心呢 有一个 所以我就回忆嘛 就是说我 我可能这个以强迫症的方式呢 这个 特别蛮横的对待过我的家人 嗯 嗯 所以呢 就遇到了别人蛮横的对待我啊 嗯 对对 其实就是以这种不是就是论事的方式去 嗯 而且它是对你的一个提醒 你就是你不要创造出一个社会的概念 嗯 你一旦把这个事归咎于这个概念 你自己就逃脱了 嗯 这个啊 这事情我不用负责了 他姐 孔子时代 孔子说我到了七十岁啊 我这个从心所欲而不欲聚 你首先你是自由的 但是呢 你又不陷入那个商人商己的游戏里 嗯 因为其实人就只要你呢 是觉得这个东西好 这个东西不好 或者说啊 这件事是由那件事发展过来的 就只要你有这两个思维呢 你就 你的人生呢 就一定是一个商人商己的人生 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像上帝一样 给世界万物定义 小孩觉得有手有脚 这件事就足以让我高兴了 他也不拿因果关系看这件事 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呢 很晚以后呢 我二老爷 他对别的都很放松 但是他绝对呢 忠于自己的师父啊 因为我们呢 是在武术杂志上边 开始登文章 所以才 才了解武术界的一个信息 然后以前其实都是隔绝了好多年 然后突然发现 就是有人诋毁他的师父 突然这个人就较真了 然后就 变得愤怒 告诉我说 你做好打的准备啊 哎呦 老爷怎么说 我这 我说你也没认真教过我 然后我也放弃这么多年 你这看条新闻 你让我能打过谁 老爷那时候八十多了吧 已经九十出头了 然后 后来 哎呦 我这天哪 我这 然后我 那我去摸摸底吧 然后一问呢 还很便宜 说五十块钱就可以学 然后五十块钱学多久 然后说一个月可以 然后我要看得上你呢 一年也可以 谁能知道这个公园里办班的人 恰恰是那个门派的最能打的一支 而且他呢还 还跟我有缘分 然后这 就除了在公园里交之外呢 然后到他家去 有一天突然就沏上茶了 哎我来跟你讲讲我们这个门派的 谁是好人坏人 我说哎呦天啊 这个 这再这么学下去 对不起人家了 哎 人家当时都要问你叫什么名字嘛 嗯 然后我呢 其实抱的不是这个名字 我抱的是我家谱上的名字 然后我也没骗他 然后也也是我的真名 当时跟他学的呢 就总像他套这个 交手的东西 然后他也对我很开放啊 然后我问一遍 其实他就哈哈笑啊 然后我要问两遍三遍呢 其实他说啊你这太烦人 你这有什么可问的 然后就 然后就就跟我就试上手了 而且这种时候呢就基本上他 他别的徒弟 早晨念完工走了 然后我就在那耗着 然后他他一看我 留下来了 然后他就 他就知道我要干嘛 然后他 然后他也不走 然后他就 失去的武林出书以后 嗯 我又因为这个 拍电影 在电视上露了相 然后他就 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 那时候我已经 好久没到他那去啊 好疯啊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 知道你是谁了 他没怪你 哎没有 就从来没提过这事啊 就是然后也没提过说 说瓦尔瓦也怎么样 嗯 还是有那种过去的风范 哎是是是 这件事让我转变观念了 放弃这个区别和推理的心理 因为最后证明呢 好多因果都是我们强硬的去 虚构出来的 总结的 就是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你看李耀龙的节眷道的第一页 他说这个习武呢 是最快的放弃分别心的方法 嗯 因为因为你坚持分别心啊 你就你一定死的快 嗯 他说有的人呢 用坐禅的方法 然后有的人呢 用奉爱的方法 就是说我没有我了 然后我用最大的诚意 奉献给一个偶像啊 你也能超越这个 但是他觉得对他来说 他的天命呢 就是通过 习武啊 超越这个分别心 他所谓的这个劫啊 并不是说是 劫住敌人的拳脚啊 那其实是 劫住自己的分别的心念啊 你一旦把它劫住了 你你不跟着这个习惯走啊 那个时候世界对你是全全新的 嗯 嗯 嗯